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牆內哀嚎 中國工信部發最新公告 網友看啥? 經 行業內鬼一直存在 中共允許公安失職 新華社文章刊出半天後速刪 說了啥? 洪災 桌州災民批評中共政府消失 微信開始刪帖 加拿大罕見主動披露 中共針對國會議員莊文浩發動假訊息戰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之機 今天是8月12號 星期六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牆內哀嚎 中國工信部發最新公告 網友看啥? 中共當局的監管機制可謂越來越多 近期 政府單位 工業和信息化部 即工信部 在官網貼出公告 表示未來只要沒有通過當局審核的APP 便無法下載到自己的手機上 遭到自家人在各大社交媒體瘋狂抨擊 工信部訂立了APP備案規則 根據公告所述 目前已上架的APP 若想在平台繼續營運 就必須向政府提交申請 否則就會遭到強制下架 而從提交申請到通過審核的時間 工信部給出了2024年4月截止 約莫8個月的期限 換句話說 中國的手機未來只能安裝通過審核的APP 任何VPN 跨國遊玩的遊戲和所有境外APP 勢必會遭到當局強力清掃 若中國民眾想要下載或使用 就必須使用渾身解數 突破黨的封鎖 對於工信部發布的公告 中國網友們群起哀嚎 認為這個政策根本是把整個中國打造成區域網絡 甚至有網友指出 國產手機變相只能安裝通過審核的內容 預言不遠的將來 從外國帶進中國的水貨手機可能會成為市場上的搶手貨 經 行業內鬼一直存在 中共允許公安失職 8月10日 中共公安部在新聞發布會上聲稱 公安機關打擊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 矛定行業內部洩露源頭 2020年以來 抓獲電信運營商 醫院 保險公司 房地產 物業 快遞公司等行業內鬼2300餘名 對此 中共問題專家 原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李元華8月11日對大紀元表示 中共只是以這種方式做宣傳 這也正好反映出中共不講法治 才導致社會非常混亂 他說 所有這些行業內鬼也不是今天才存在的 實際情況比這要多得多 他中共一直允許其存在 現在這些報導說明 公安部門一直在失職 才有這麼多 泄露個人信息事件 他分析 中共有這些相關的法律 想抓就能抓 但就是有法不一 如果不是他縱容 也不可能積攢這麼多案子 比如當年習近平的女兒戶口信息被泄露了 上層震怒了 一定要查 有大保護傘的人 公安是惹不起的 都會避開 而基層的人 出賣一些信息撈錢的 可能就撞到嚴打 那等於撞到槍口上了 就被處理了 新華社文章刊出半天後速刪 說了啥? 高幹病房不可取消 新華社週四10日發文稱 這並非奢侈和特權 而是對他們辛勤工作的一種回報和慰問 要為勞苦功高之人提供適當的待遇 但文章刊出半天後被刪除 其他網站轉載後已陸續下架 但中共高幹病房一直以來為輿論所詬病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 因為這些高幹享有的醫療利益 大達超過了社會的平均水平 被認為是不公平的 並且造成浪費 2009年 衛生部原副部長殷大葵曾透露 當時政府投入的醫療費80%僅為黨政幹部享用 每年花費納稅人500億元人民幣 2019年大陸微信圈週日瘋傳一條981首長健康工程報告 介紹這一只為中共最高領導層而設的醫療服務 在過去60年中成效顯著 並把壽命延長至150歲作為目標 981首長保健工程中心擁有一支多年服務於中央首長的醫療保健專家及優秀的服務人員團隊 擁有國際上最前沿的高精兼預防醫療保健設備和分子診斷實驗室 據2008年統計 中國領導人的平均壽命達到88歲高齡 並列舉了毛澤東 朱德 王震 鄧小平等中共前黨魁及元老的壽命 親共港媒東網文章稱已遇到地震 礦難或其他安全生產事故 領導人經常指示說 要不惜一切代價搶救被困著的生命安全 其實 國家真正不惜一切代價的唯有保障領導人離退休後的健康 安全和生活 富不及以上高幹 可以常年累月住在專門醫院或高幹病房裡 享受無微不至的醫護 用世界上最先進最貴的藥 每天花個幾千上萬元不在話下 2013年 官媒曾報導 一位退休省級幹部住一次院花費高達300萬元 黨和國家領導人級別花費如何 可想而知 美國非營利組織人口研究所總裁 中國問題專家毛斯迪 曾接受英文大紀元《美國思想領袖》系列節目的專訪時表示 60年代 中共高官就通過輸入年輕人的血延年 這真的有延長壽命的作用 到80年代 他們轉向了器官移植 而在中國 器官移植的最初意圖是為那些中共領導人更新器官以延長壽命 洪災 桌州災民批評中共政府消失 微信開始刪帖 據《路透》8月10日報導說 上週 桌州市遭受了中國北方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洪災 桌州災民批評政府在洪災面前消失了 救援隊從中國各地趕來 但找不到可以聯絡的人 該市當局回應說 共產黨領導人堅定地站在抗洪救災第一線 《路透社》注意到 包括第一人稱的描述也從微信平臺消失了 一位王姓居民說 救援隊從中國各地趕來 但找不到可以聯絡的人 42歲的吳春雷的兩層樓房和工廠被毀 他說 由於政府工作人員不在場 村民們引導救援隊前往受洪水襲擊的農村地區 吳說 當時沒有電話信號 我們無法聯繫到任何當地官員 我們只能自救 《路透社》試圖聯繫卓州和寶丁地區的地方政府 但多次拨打電話 均無人接聽 加拿大主動披露 中國針對國會議員莊文浩發動假訊息戰 加拿大全球事務部發現 在6月加國舉行補選之前 中共針對加拿大國會議員莊文浩Michael Chong在微信平臺發動一場假訊息戰 內容是對它的背景 家族傳承和政治觀點進行誤導性描述 全球事務部認為 中共政府極有可能是這場假訊息戰的幕後黑手 中共否認上述指控 該部門指出 在6月19日 該國四個選區舉行補選之前 在監控 社交媒體和互聯網其他部分是否存在外國干預時 發現微信上不斷有貼文 針對莊文浩做出不實人神攻擊 這些攻擊來自微信上的新聞帳戶 而這些攻擊似乎是協調進行的 而且數量異常 當局於8月9日向莊文浩通報了相關情況 莊文浩發聲明回應 稱針對它的假訊息戰是北京共產黨政府 企圖通過針對民選官員來干涉我們民主的又一嚴重例子 他再次呼籲加拿大政府就中共在加拿大干預選舉的問題進行公開調查 在莊文浩批評中共侵犯人權後 中國將矛頭指向莊文浩及騷擾其在香港的親屬 加拿大在5月驅逐了中國外交官趙薇作為報復 中國要求加拿大駐上海領事爭議會離開中國 今天阿波羅網副頻道視頻內容是 火箭軍泄密事件傳到中國 內部人士嘆 倒吸冷氣 滴入賣命中共模式 多重身份紐約僑領被捕 中國為何沒有 美律與防災共存 臺灣先進魏志宏遍地開花 認慫了 馬斯克和扎克伯格鐵龍辯論也不錯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觀看 請中國大陸的觀眾 尤其是災區的人注意安全 也請提醒親朋好友 感謝阿波羅網會員的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祝您週末愉快 再會 請訂閱 貼文 按讚 點讚 請訂閱 分享 功夫 按讚 分享 功夫 字幕僚 字幕僚 詞 鐘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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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